对此目前气象鼠则是发布了九个县市的豪雨跟大雨特报 其中中南部的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 像是屏东目前则是升级为大豪雨的部分 完整的内容我们来听听看气象鼠目前的最新说明 桌雲稻晴跟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那详细的天气状况我们先从一张卫星云图上面看起 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我们台湾附近云量相当相当的多 那主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这几天 其实是有一个热带性地下 在昨天移动到我们台湾的比较偏北部海面这边 当时呢它的强度是减弱的 可是我们气象鼠一直提醒大家 整个台湾从南海到巴士海峡 东方海面以及北部海面这边 都是一个蛮明显的低压带 那这个低压系统呢 热带性地下虽然减弱了 但是其实整个低压带的状况呢 是慢慢的朝着台湾靠过来 所以整个强风区跟云量比较多的区域呢 也在昨天到今天这段期间 移动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造成昨天一个是比较偏向低压环流 造成了北台湾比较明显的降雨 特别是在苗栗地区 甚至在前天的晚上开始 就会很显著的降雨发生 而在今天的状况呢 整个低压的状况再度的往西靠近 那所以整个强风的状况 跟整个云量比较偏多的情形 都是从比较偏南海一路到台湾海峡 甚至到我们台湾西半部的上空 那目前呢我们的以雷达回波来谈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哦 整体的降雨南部地区的降雨 今天一整天可能都不会停 都是震雨跟雷雨的形势 而西半部当中的北台湾的比起昨天 今天似乎稍有一些空档 我有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除了南边的这个低压以外呢 北边有一小股的凉空气下来 虽然它的影响主要还是以金门马祖为主 那可是这里呢 比较偏偏属于北部海面的云系 还是比较多一些些 顺着整体的低压环流 所以有可能在今天的中午到晚间 整个北台湾 特别是大台北地区金融北海岸这里 还是会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 那以热带性低期啊 大家说一个说明 一度减弱成为普通低压 但是呢在昨天的半夜 也就是在星辰的两点的这段期间 实际观测的状况呢 这个低压在进入了北边的海峡 这北部的时候呢 风力开始有些增强 跟着低压带领云系 有些整合的情况之下呢 观测到已经达到热带性低气压的水准 所以其实气象鼠在昨天半夜 又将它从普通低压 晋级成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那预估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未来路线是朝着比较偏西南 西南系的方向 朝着福建沿海前进 那它目前的强度还是维持 是热带性低气压 预估在今天的晚间 这边预估是到今天下午 那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官方网站上面 其实会预估到今天晚间 它的强度又会减弱成一个 普通的低压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 它是朝着我们的近海 持续的影响之后减弱 可是其实刚刚提醒大家 要看的不是只有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而是整个包围我们台湾附近的 这个低压的环流 造成这个强攻跟云系 所以大家可以观测一下 卫星云土的状况 大致上可以推估一下 水汽的变化状况 那以这个降雨的状况 是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 所以摆上了今天早上8点 到今天晚上8点的预测雨量图 跟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 8点的时候的预测雨量图 雨量上面会有一些减缓的趋势 可是其实可以看到 全台湾各地的降雨距离 通通都还是偏高的 那特别提醒大家 在今天早上8点 今天主要大家活动的时间 这个颜色上面来说 主要最大的热区南台湾 还有金门 马祖地带 因为刚刚看起来 整个云系上面涵盖都是 冲着南台湾这样一块过来 然后以及海峡这一段 所以这边的降雨会相当的显著 震雨 雷雨 短烟石枪降雨 持续的状况可能是一整天 尖歇的一段一段这样的移入 而北台湾这边的状况 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小空档 可是还是会有些小雨的情形 那下午晚间的时候 都会有些增强的状况 所以虽然现在没有下雨 等一下也可能会下 那至于说东半部地区 算看起来是有颜色的 可是从昨天到今天 降雨的状况不是很显著 那这个天气情形呢 是可能它还是不稳定的 所以一旦有雨发展起来 可能还是会有些降雨 但是比起整个西半部跟海峡 东半部地区是整个台湾来说 相对之下雨量比较小 但是提醒大家都还是相当相当的不稳定 而到了今天晚间的时候呢 南台湾这边雨是开始有一些减缓 可是都还是有颜色 代表说它还是持续的降雨 整体地大带的影响结束之后 这样的降雨才会有 比较明显开始出太阳的情况出现 而北台湾这边呢 其实晚间还是就是 有些降雨主要集中在基隆北海岸 那宜蘭地区可能是比较偏向 是北边跟苏澳这一块呢 会有一些降雨 那其实里东北风的状况 主要影响的是金门、马祖 可是不排除还是会有一些云系移动到我们的东北方 那所以在今天晚上减缓 但还是要注意几个热区的表现情形 那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 什么时候雨会缓和呢 用这张图给大家做个说明 那整个第二代的影响可以发现 它一路延续到24号的清晨 24号清晨这段期间雨都是相当的多 那一样都是由几个热区去表现 那后续慢慢的转变成北台湾这边有一点点午后降雨的分量在 可是其实这雨时都是比较明显 那留意一下提到豪雨的区域 北部、宜蘭、花莲 特别是花莲、三重、花莲、北段 中南部其他山区也是会有一些较大雨时 而在周二也就是24号的这一天 抵押带开始逐渐的远离了 那远离的状况呢 当然南台湾这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水区营量偏多 那但是这地恢复到多云道行 那中午过后的降雨是哪里为主呢 是中部以北、宜蘭、花莲这边大雨的状况 比较有可能会出现 而在25号之后到28号就是所谓的月底 看起来会有另外一波的水气再度的增加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在26号开始 很有可能会有来自北方这种东北风的影响 那或者是整体的这个低压或者是高压两者边缘造成的东北风 那整体这样看起来东北风的迎风面 北部东半部的降雨局地 在比较偏月底的时候又会开始慢慢的上升 但是主要各地还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 那今天还要注意什么呢 再来就是风力的表现跟浪的表现 即使北部地区现在看起来比昨天有稍微缓和的迹象 但是风浪各地都是非常非常大 今天的浪 各地其实观测预估最高是有3到4米左右 那以早上来观测的情况呢 在北海岸这边 可能浦驾雨这边已经有来到3米的浪高 而在富贵角一带可能出现了这种2.5米以上这样的浪高 所以其实浪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大 而风力的表现上面看到这边有橙色红色的部分 或是黄色部分都是风力偏强 它是集中在整个海峡的北部这边 那所以风力表现今天金马会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那在云林、以南、沿海、空旷地区、恒春半岛、蓝宇、绿岛、洪湖 风力都偏强 其实整个台湾都是不要太冒险 不要去海边玩 因为风浪都是比较值得需要注意的 那再来就是小丁岩部分 低压带影响各地在今天、明天都还是会有强降雨 就是刚刚说到热区第一个是在南台湾 第二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北台湾 特别是在沿海这种比较偏激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 跟以来北断的部分 那其他地方也是时不时就下雨下来下 那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的是 金马地区可能比较会漏掉 因为整个强风的区域 整个低压带造成的强降雨的区域 很可能是落在海峡上面的 所以金马虽然是岛屿的形式 但是如果它的强对了岛 还是可能会有些持续性的震雨跟雷雨 不排除雨量也是比较偏大一点的 那留意一下各地的强风长浪 不要前往海边活动 那再来24号之后呢 随着低压带远离 我们会迎接一小股的就是 恢复成午后雷震雨的现象 那后续9月底的天气呢 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低压带 跟北方系统的活动情形 那以上这个是今天早上的天气说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